台中捷运绿线正式通车 2021年4月台中捷运绿线正式通车 在通车前包括新建时程 还有市营运一度喊咖 通车后随后面对疫情海啸 台中人的第一条捷运 堪称遭遇波折最多的一条路线 现在有很多的都市有捷运 那只有当那个城市 只有一条捷运的时候 只有一条捷运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赔罪少的 不过台中没有随着捷运绿线通车 停下规划开辟路线的脚步 包括蓝线局线都送中央审查 再来一条台中屯区捷运环状线 又称捷运紫线宋审徒资出炉 全长16.14公里 预计设置16座高价车站 新建经费逼近900亿 路线北起北屯一路往太平大理延伸 最后到南区连接捷运蓝线 不过关键来了 久后多时的蓝线 时至今日还没动工 那我们现在的捷运蓝线 捷运蓝线规划贯穿绿线 将形成黄金十字交叉 只不过台中捷运蓝线 才刚通过环平出审 距离正式动工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换我来当市长 我捷运蓝线 我一定会在四年内 让他动工 让他动工 那囤区的这个可行性评估 我们一定会以最快速的速度 让他动 让他通过 并且进入综合规划 台中捷运路线实现之前 捷运话题不仅打热房地产市场 也成为市长选战中交通的工房重点 309朝圣章章运动台中采访报道